你会觉得好像引来引去 不晓得怎么一回事 其实你慢慢清楚 整个圣经是一个计划好的一本书 它是人生生命的指标 这本计划好的书 你慢慢被引导 你就知道它是很有次序的 但是你又从一些读起来 好像没有什么次序的里面 去找到它的次序 而那个次序并不是数学线性的次序 我们人的逻辑思考里面 其实是线性思考 从数学来的 但是神不被数学限制 虽然数学是神的发明的理性 比如说数学就是从开始一直到末了 当人类用我们以前过去的科学 去解释属灵的事情 其实反而自己会被框住 但是你有一个信心 打开你的心 当神来引导我们的时候 虽然有一些东西一引导 我不是很懂 我可以发问 但是我不会就怕跑掉 其实不要怕 不要怕 所以上个礼拜那个雅各牧师来 我其实看得到很多 坐在后面那个眼神 他们就不敢出来 他说倒下去 感觉他在推 他用他的理念感觉说 这个不对吧 其实不要那么怕 不要那么怕 真的 但是我很体谅这个怕 因为我以前也是坐在后面的那一刻 好 那你要打开圣经 你不能只看我的讲义 我要你们读这个 就是养成你的手上随时有圣经 那你要用手机来看也可以 但是像上这种课 手机是来不及的 因为你要跳那个不同经绝 你回不来了 但是这个圣经才能够翻 所以请你们以后上课的时候 一定要拿圣经 而且不要拿教会 要拿你平常读的那一本 因为你有时候 你会做一点点笔记 弄个记号 我其实都是在帮助你 以后更方便 也不是什么严格规定 因为我看现在很多人 为了也是方便 像我这次去营会 我真的也没有带圣经 我就弄这个东西 可是我是觉得不方便 滑来滑去 蛮麻烦的 好 你要看圣经的目录 旧约的目录 创世纪 初埃及纪 立位纪 民宿纪 生命纪 我们已经讲完了 作者是谁你知道吗 摩西 摩西怎么知道 起初神创造天地 那是神启示 我认识到一些 在主里面很深度的对象 我才真的知道 那我就明白创世纪 没有问题 是摩西写 他真的在神的启示里面 他是一幕一幕的看 我起先不懂 我说是怎样 他说像电影 就一幕一幕的看 然后旁边有声音 那就是看电影 那我就明白 因为我们以前一直想 摩西 起初神创造天地 不要说是摩西 俩伯拉罕都不在那里 他怎么会知道 其实就是一幕一幕的进来 那我也慢慢明白了 现在从科技你慢慢明白 科技都发现 他说以后到审判的日子 你们句句都要供出来 这个以前是看不懂的 现在你就知道 我们到处都有那个闭路电视 十字路口 你犯了案 创了车 他把那个录影带一调出来 他就告诉你那天 他说我没有创 他录影带明明看到你创的 你赖都赖不掉 前一阵就有一个 他不是追撞吗 然后他逃 警察追他 他还倒车创那个警察 警察被他创翻掉了 可是还是负伤 把他逮捕 台湾现在很可怕 很不得了 可是这个东西 全部被录下来了 他赖都赖不掉 意思就是说 你在一生当中 你的所有言询举止 表面的 其实对神来讲 还包括你里面下 通通在神那边都有记录 然后以后会按着这个 来带领我们 你是进到哪一个层次里面去 有的人复活 得胜 得奖赏 有的人复活 不信的 定罪 有的人复活 可能还要补修 补一下 对 这个都是圣经讲的 好 所以我们今天有这个恩典 我们是非常的感恩 那我现在先简单的把 圣经 这是我的领受 因为有人这么分 我同意 整个旧约圣经是30 几卷 39 39 27 就是新约的卷数 很容易记 39卷里面 它分成 十七 五跟十七 那中间的五卷 就是我们下一次要谈的 诗歌智慧书 有约伯记 诗篇 真言传道 雅歌 这五卷书 我自己不是这方面的专家 但是原文专家都告诉我 这五卷书的 写法的那种 就好像诗词的写法 完全跟其他的书卷是不一样的 你看中文 你就知道 它写诗 跟你写一封信 不一样 诗有诗的写法 五言绝句 七言绝句 或是什么 它有诗的押韵的方法 那中间这五卷 从约伯记开始 它的整个体材 就是诗歌体材 然后这个诗歌智慧书呢 大部分是在讲 你生命里面的体会 或者我们用一个 一般来讲 它有点像一般的哲理 那种东西 但是前后这个十七卷书呢 不一样 前后这十七卷书 其实是一种历史的记载 叙述文 即便是创世纪第一章 也是在叙述神怎么做 然后这讲完了以后 也就是今天我们的最后一卷 就以诗帖 讲完了以后 就进入诗歌智慧书 诗歌智慧书一结束以后 就开始另外一个领域了 先知书 那这十七跟十七呢 里面都分成五跟十二 那前面的十七卷呢 五卷就是摩西五经 后面十二卷 一般我们就把它 就是把它归类成历史 它因为是一种 以色列立国的一个历史 那后面的十七卷的先知书呢 就分大小先知书 前面五卷称为大先知书 就是说它的篇幅比较多一点 而不是说它的时间比较早 或者说那个先知的位置比较大 倒不是这样 我们只是一般分为大小先知 后面十二卷是比较短 所以称为小先知 那么今天我就把它 这十七卷 我就稍微跟你们讲一下 用以色列进迦南地来分的话 我们可以分成三块 进迦南地前还没有形成国度的时候 有五卷 就是我们已经读完了 摩西五卷 我们今天要讲的九卷 跟三卷的被掳归回 就分为进到迦南 然后被掳到北国 北方去 然后再回头来重建圣殿 今天我们就是很快地要走这十二卷 所以我就没有办法每一卷停太多 你大概有个印象就好了 那前面的五卷除了创世纪 创世纪我们讲到 它其实分两个大块 我等于你们读完了 我稍微复习一下 创世纪分两个大块 第一个大块就是一到十一章 就结束了 一到十一章讲到人类历史的整个起源 还有它创造还有过程 所以他今天讲说 这三个男人 亚当 还有 这个该隐 亚伯被他哥哥杀掉了 然后还有一个什么 赛特 然后他说 后来为什么 没有掉了 因为剩下赛特的后裔 他讲了后裔 那该隐呢 该隐没有被拣选 挪亚是 赛特后面生的 他生以挪士在生挪亚 所以第六章 洪水来的时候 该隐的那个部分 一定全部淹掉了 这样了解吗 所以你一听他讲这个 如果你圣经读过 而且你知道是这样 你马上知道他在讲什么 要不然你听不懂 所以这就是你要读圣经 他一讲赛特 你马上知道 该隐亚伯完的时候 亚当跟夏巴又生了一个孩子 叫做赛特 然后从赛特的身上 生到他的儿子 叫以挪士 从那个时候开始 人才开始求告神 为什么才开始求告神 因为从亚当伊甸园 出来以后 虽然被赶出来 可是我们相信神 跟他有某种接触 并没有完全就失联了 一直到创世纪第六章 创世纪第六章 那里讲了一句 很重要的话 他说人既然属乎血气 他的灵就不藏在他们身上 从那句话你就知道 其实当亚当夏巴离开的时候 离开伊甸园 虽然地理位置是离开的 其实天父还是跟他有某种 透过灵里面跟他有互动 但是到了第六章之后 整个全地都败坏了 所以神做了一个决定 这样子下去不行 会把他对整个永恒救恩的 那个部分会破坏掉 其实你读创世纪第六章 到第九章的那个洪水 你会觉得神很残忍 他事实上只留下挪亚一家 八个人 但是如果你读完新约 你读到启示录 你对整个神的救恩 有一个清楚的认识 第六章就不残忍了 因为第六章的前面那里 发生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圣经没有讲得清楚 他说神的儿子跟人的女子 结婚 交合 生出上古伟大的人 这个地方是一个很重要的 圣经难解的难题 很难解那个题目的 到底上帝的儿子 找人间 挑选人间 这是什么东西 是天使吗 跟肉体 灵界跟肉体 还是什么 这个我们不去管它 但是在那个地方 我们一般是认为 为什么神后来 要灭掉整个用洪水 因为整个人类的血缘 完全被污染了 这个时候神从亚当夏娃 离开伊甸园里面 弄了一个皮子 给亚当夏娃做遮 那个地方就是救恩了 因为要流血 这个救恩的线 到了创世纪第六章 就被污染掉了 所以神要重新起来一个 所谓的义人的后代 那挪亚在那个时代 是义人 因为他对神有信心 其实我们讲说 救恩是从亚伯拉罕开始 他被拣选 亚伯拉罕信神 就是称他为义 这个事情在创世纪十五章 而且加拉太书也有讲 但是我个人认为 真正对神相信造作的 不是从亚伯拉罕开始 是谁 从挪亚 更往前面走 应该是从以挪士 因为他开始求告神的名 表示他开始建立祭坛 所以这个都是 你慢慢读圣经 慢慢读圣经 你说突然有一天 好像觉得 原来是这样 那么也就是 魔鬼用一个方法 在人类的血缘里面 上帝的儿子 跟人的女子 其实有可能 这个上帝的儿子的 这个部分 其实是一种灵界的活物 因为基本上 是不可以这样 但是一般对圣经的解释 我们以前在念这一段的时候 神学解释的时候 因为你这样解 是很难解 等于灵界跟人的女子 生出孩子来 很难去解释 所以我们一般正统的解法 我现在只是把这两个解法 告诉你 一般正统的解法 神的儿子 我们解成赛特的后代 人的女子 我们解成该隐的后代 这样了解吗 因为该隐就不被拣选了 赛特被拣选 所以读创世纪 一直读下来 一直到亚伯拉罕 你会找到一个真理 就是神在整个世界里面 祂一直在做一件事情 叫做拣选 这本身是一个神学议题 祂从起初一路拣选 拣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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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拣选到祂的儿子 耶稣基督来的时候 透过福音 祂还是在拣选 了解吗 我们这些信耶稣的人 读到以弗所出一章四节 祂就说在创世以前 在基督耶稣里 我们已经被拣选 所以其实你读圣经 读到后来 你会觉得 其实圣经有一个部分 它是很奥秘的 你没有办法完全明白 所以你对神 其实是一种感恩 也是一种敬畏 你对神知道 祂很有爱 可是你也知道 神是全能的神 大而可畏 真的是大而可畏 好 那么就简单介绍 我们就进到约书亚 那我们就一卷一卷来 这样你了解 整个创世纪五经结束以后 也就是以色列去到旷野 已经把律法建立了 透过摩西 然后从旷野里面 要进到迦南地 这个部分 圣经说摩西在众人的面前 做错了一件事情 所以他不能进迦南地 因为神要他吩咐磐石出水 第二次 这个在明书记 你们应该读完了吧 所以我讲这个 你们应该都知道 不知道回去补读了 他第二次神叫他说 你吩咐磐石出水 第一次要他击打磐石 总共只差三个字 你搞错了 我读到那里的时候 我说神啊 求你保守我 你听错了三个字 动作做错 差这么多 差这么多 神说我叫你吩咐 那意思就是嘴巴讲就好了 结果摩西听虐了 挪西去 还是用老方法打那个磐石 而且第一次打一下 他自己想第二次应该打两下 这下糟糕 打那个磐石 那个磐石从新约的里面 预表谁啊 预表耶稣基督 这个灵磐石 这个在哥林多书经有讲 所以他打两下表示说 第一次打一下 对不对 第二次又打 就表示说 你要把耶稣定两次的十字架 那个击打代表是 那个磐石要受到一种的 审判的意思 这个都跟救恩有关 所以他第二次神跟他讲 你吩咐磐石出水就好 因为第一次的磐石 已经预备好了 你不用再打了 就他打两下 神说你没有在 以色列的众人的面前 尊我为圣 有差那么多 有 神说这么做 结果你那样做 就是不尊神的名为圣 神说什么就是什么 所以你读圣经 有一种概念 就是说 因为我们现在在新约 讲恩典 讲得很习惯了 好像觉得都无所谓 反正神会赦免我们 其实很多的时候 不真的是这样 神他做事情有一个律 恩典也是在这个律里面 有些东西恩典是可以cover 有些东西你弄错了 真的就弄错了 那就走不一样的结果 这是我读圣经读出来的结果 所以我常常有时候 在寻求神的时候 我会拖时间就是因为 我不知道神到底怎么讲 我就不敢做动作 我就要等 我宁可等 我不会照次自己去做一个动作 下集团 下集团 下集团